从陆陆诸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只需要一本护照外加70元 就能来场说走就走的出国游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咱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路上邻国 哈萨克斯坦 从陆陆入境哈萨克斯坦 最主要的通道就是新疆伊宁的霍尔古斯市 第一站 首先到达霍尔古斯国际客运站 凭护照和身份证购买去往哈国的大巴车票 因为我们要前往哈萨克斯坦东门乌水港 所以花上70元钱购买前往哈萨克斯坦境内的 雅尔肯特车票 拿到车票后 把身份证跟护照给工作人员拍照 领取一张通行证 护照 通行证 车票 身份证 四项集齐 即可登上大巴 正式开启跨国之行 Ready Go 乘坐大巴车 我们是来到了霍尔古斯的新国门 小伙伴们也许好奇 为什么这里叫新国门 是不是之前有老国门 的确是这样的 上世纪50年代 霍尔古斯的戈壁荒滩市场 建立起了第一代新国门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 我们现在看到这座国门 其实是第六代国门 这座处立在双西公路 和中欧班列旁的新国门 已经成为了一带路建设上的新地标 从标志性的新国门 进入霍尔古斯口岸后 需要经过中国海关和边检 一切OK后再次乘上大巴车 来到哈方的海关和边检大厅 通关后再次上车 就真正意义上 进入到了哈萨克斯坦境内 算下来 全程需要经过四次上下车 和两次关口查验 总时长在三小时左右 从2022年开始 哈萨克斯坦开始对中国公民 实行14天免签政策 这让两国的人缘交往愈加密切 开启了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十五万 一观 三十一观 三十一观